警察巡邏的路上突然被人攔下 妇人緊張的說 他有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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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原警一聽立刻掉頭 火速到達現場 接獲的時候可能想說 可能是酒駕的啦 不然就遊民 那沒有想到到現場的時候 我們發現各位中年男子 他真的是躺在那裡 車水馬龍的路間竟有人狠躺 警察未免意外發生 一邊疏導交通 一邊擔心的問 原來60歲男子剛從醫院洗腎結束 獨自騎車返家 突然身體不適才停車躺路邊 所幸家人接獲通知立刻趕來 兒子跟警察一起將虛弱的他 扶上汽車 身體最脆弱時 還好有警察在旁守護 看著患者平安啟程返家 兩位交通警察終於能放心 繼續未完成的巡邏工作 大愛新聞陳一貞 陳立委高雄報導